真的没想到有一天内鱼的男嫂子也能登上热搜第一 17日陈牧驰又双弱已冲上了热搜榜 一度还冲上了榜首 直到晚上与他相关的话题前15位里就有5个 内鱼很久没有这么精彩 也这么实锤的瓜了 还是风神质子团陈牧驰的瓜 之前陈牧驰被爆出了谢女友 谢女友是富婆陈兵还一丝怀孕了 紧接着就拔出来陈牧驰前妻的瓜 结婚一年就离婚了 完全没想到自从他与陈兵恋情曝光后 后续会发展成一部连续剧 信息量不断刷新 陈牧驰本名陈海亮曾入伍 在风神之前已经凭借新洛宁成堂圈了一波粉 风神后更是因角色及他面试时的军体权洗粉无数 然而前段时间他被拍到曾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且有着卖门公主之称的陈兵 疑似恋爱同居了 虽然有些粉丝不愿意承认 但大多数路人还是包着祝福的 其实陈牧驰就是演员 陈兵也很好 他是中国好声音内音组的第二名 也参加了乘风2023 他的父亲是海南省的麦当劳老板 身家30亿的企业家 可谓是典型的白富美 但也有人反对 有网友表示陈牧驰是当地娱乐圈的一员 一些粉丝感到愤怒 有粉丝宣布陈兵离婚 南方是陈兵一起参加花儿朵朵的主持人傅瑞婷 但这段婚姻在2014年 陈兵录制好声音之前就结束了 但没想到的是 在网友找两人同款和恋爱的其他细节时 有人晒出陈牧驰离婚和身份证上照片相关信息 称其和陈兵一样都曾离过婚 而他前妻的信息也被翻了出来 陈牧驰也在引爆热搜后回应 称自己确实有过一段婚姻 后面是和平分手的 没有孩子 因女方不是一人 希望大家不要打扰她的生活 同时也因自己是明星身份 给女方带来影响感到抱歉 没想到陈牧驰的回应并没有安抚舆论 有网友质疑 他是靠前妻在娱乐圈谋得一席之地 网友公布的证据显示 陈牧驰与其前妻的父亲兼经理苏吉 存在经济合作关系 甚至有网友发布消息称 陈牧驰之所以能够参演该片 是因为他的前妻是剧组的副导演 甚至连女方的脸都没被遮住 不过逢神的工作人员 很快就澄清了这一说法 称名字和人不符 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其实只要没有违法 也没有道德上的问题 结婚离婚对于演员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事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 不想事情开始朝不可控 且诡异的方向发展了 就在粉丝对结婚离婚的瓜还没消化完 还在猜测陈牧驰为何会离婚时 就又出来一个爆料 说陈牧驰早年还有男朋友 两人在一个账号上有不少同框照 而且从里面的点滴记录来看感情还不错 虽然毕业了 但一直到21年 两人还能坐在一起吃饭喝酒 因为这个与陈牧驰和前妻在一起的时间重合 爆料一出再度引爆热搜 事件当事人之一的吴楚一 很快就回应称图文是他五 六年前在社交平台上发的 他与陈牧驰只是纯粹的朋友关系 正好早就注销 暗示截图是被人恶意留存的 不过他发生后 就有不少陈牧驰粉丝质疑真实性 甚至怀疑他是自导自演 也可能是他爱而不得展开的报复 因为有人发现 他的IP地址 发布客户端和爆料人一模一样 同时也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2022年才出现的贴纸 却出现在所谓的五六年前因斯上 逻辑说不过去 而陈牧驰方面也早有了回应 称爆料他已经结婚的相关信息 是侵犯了他的隐私 并表示某网友爆料的陈牧驰 与吴楚一相关内容均是虚假消息 而据陈牧驰粉丝爆料 陈牧驰已经去报警了 同样卷入是非的吴楚一 也已经对爆料的号进行了取证 并去报案了 陈牧驰也在直播中 回应吴楚一是自己的室友 两个人也是好朋友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 让粉丝不要被网络上 一些不好的方向所引导 不要去相信那些事情 不过吴楚一的评论处 仍被一些过激的粉丝占领 质疑他是自导自演 一些人用词格外激烈 吴楚一被激怒 罚长文透露了更多的信息 自己在陈牧驰还没有入行前 就一直鼓励他在北京坚持下去 陈牧驰没有助力经纪人 都是他陪其面试各种公司和袍组 就连陈牧驰打军体拳 也是他鼓励其拿出来展示的 陈牧驰从面试到训练班走 他从未收过对方一分钱房租 他没有杯子或者出卖好友 更没有炒作 陈清文是陈牧驰要求发的 不发他都不会被骂得那么惨 但发了后陈牧驰没有替他说话 他还遭到了陈牧驰粉丝的谩骂诽谤 但事情到这里 陈牧驰的粉丝还不愿意放过吴楚一 还在吴楚一的评论区辱骂 并声称全是他自导自演 这个说法惹怒了吴楚一 就在17日 吴楚一直接晒出视频 里面是他与陈牧驰聊天记录 信息量更大了 他晒出的视频里面 全是他与陈牧驰的聊天记录 称是陈牧驰本人通知他发回应 但是他发后对方却不再理会他了 他自己才是躺着中枪的那一个 里面的聊天记录显示 他的澄清微博是与陈牧驰商量的结果 两人商量好了对外的回应 他希望陈牧驰除了回应转发外 在直播时能帮他澄清一下 他没有自导自演炒作 别让粉丝一直谩骂他 可是陈牧驰却没有按商量好的转发 直播里也没有帮他 导致他受到很多粉丝电话骚扰 他发了无数条信息催陈牧驰 但却没有得到对方回应 在他带着火气发了第三条质问微博后 陈牧驰却带着律师来找他了 结果拉了群讨论后 陈牧驰却提前退群了 让他单独面对律师 这让他更加怒火中烧 他觉得自己好心没好报 帮澄清却落得一身骂名 无数一直接连报了陈牧驰的几个辆 进行了回击 比如陈牧驰开车撞墙却跑了 最后是他顶包 他在陈牧驰困难时期给他付了房租 后还转了好几次钱 2021年时他还给陈牧驰转了几次钱 其中还包含几笔1314 520的转账 日子是情人节前两天 七夕圣诞 由于2020年3月到2022年8月期间 陈牧驰是已婚男人 因此这个转账信息一出现 直接引爆热搜了 而眼间的网友发现 转账截图露出了双方微信号的一部分 马赛克打得很灵魂 一似都以66结尾 而6月6日又被网友发现是吴楚一的生日 因此双方微信号也上了热搜 吴楚一还爆料 陈牧驰出事前还与他有联系 并晒出了聊天记录 其中陈牧驰说有时候很想他 并希望他能照顾好自己 在评论处 吴楚一澄清了网上 关于他16岁时言论和病毒是假的 皆是道徒和伪遭所致 目前陈牧驰还没有就此事发生回应 这就给大家画一下重点 吴楚一说把陈牧驰当家人 陈牧驰却把他当敌人 他只是让陈牧驰帮自己澄清一下 却遭到了对方的冷处理 本来答应好的见面处理 又放了鸽子 才惹怒了吴楚一 早年的时候 都是吴楚一陪着陈牧驰面试 甚至陈牧驰开车出去撞墙了 还是吴楚一背的锅 疑似陈牧驰肇事逃逸 吴楚一给陈牧驰转账很多 还都是5201314这种数目 转账的日子也很有意思 春节 祁夕 圣诞节 中秋节 垂食了两人的关系 2022年的时候 吴楚一还给陈牧驰转了不少钱 两人的微信名还是情侣名 陈牧驰还给吴楚一发消息说 我真的有时候很想你 这个时候陈牧驰可还没有离婚呢 这个瓜一出来 时间线就更有趣了 陈牧驰结婚期间 还跟吴楚一在保持联系 有金钱的往来 这不就是婚内脚踏两条船 不对 应该是实锤了 陈牧驰是骗婚gay 还有人猜测 前妻就是发现她的gay身份 才选择了离婚的 不管怎么样 陈牧驰这波是被锤死了有问题了 不管是双还是gay 她在婚内跟吴楚一有联系 这件事是实锤 随说吴楚一可能也是故意在爆料 想要热度什么的 但是这改变不了陈牧驰跟她的关系 算起来 两人从陈牧驰不出名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吴楚一给了不少钱 红了之后就被抛弃了 会叫扶须蜜蜂猴 也直接上了热搜 但有不少网友已经在担心 事件会不会对风神第二 第三步造成影响 毕竟陈牧驰在风神的戏份并不少 此前也曾透露 后期会另一种方式回归 但其实目前来看 这也只是私得有问题 要是能一直低调下去 也不影响电影上映 而说起风神来也是很戏剧性 因为就在风神质子团里面 就有三个人被爆出丑闻 早在陈牧驰还没成名 但风神已经杀青时 就已经有网友拔出他有女友仪式 并喊话让他官宣 不过这个事情最终没引起大的水花 风神上线前 于是又因为过往的言论 以及一个有争议的经纪人关系 不错受争议 风神上线后 于是又被翻出与张雨琪的恋情绯闻 而风神里 北伯侯之子崇英彪的 誓言者侯文元 又被爆出与中储夕的恋情 但这个恋情也在14日被爆结束 风神的上映 从悬发被骂 到网友自发组成资来水安利 电影火轮也带火轮至子团 在万物皆可饭圈化的当下 没有哪个圈子能少得了饭圈侵略 不管早晚 皆来事汹汹 不逞多让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需要去保持客观 公正的态度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 陈牧师是公众人物 就一味地对他表示同情 也不能因为吴楚一 晒出了聊天截图 就一味地支持他 我们需要用理性的思维 来分析和判断事情的真相 并在了解事情真相的基础上 发表自己的看法 感谢观看